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粮食益友,而有些人却可能带给我们无尽的困扰和麻烦。 如何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识别出那些值得我们交往的人,远离恶劣影响,成为了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一道难题,我国古代著名军事家、政治家鬼谷子。 早在战国时期就总结了一套精妙的诗人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鬼谷子的六招诗人术,教你如何在人际交往中洞悉人心,凝智抉择,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国学经典的世界。 共同追寻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感谢订阅。 观其言行 观察一个人的言行,的确可以从中洞察其内在品性,除了语言诚实,举止得体之外,还有许多细节值得我们关注。 例如,我们可以观察一个人是否尊重他人,对待他人的态度是否友善,在面对困难时,他是选择逃避,还是勇敢面对,以及在处理问题时,他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在我国的历史上,有许多关于观察言行与诗人的故事,其中,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实窃。 齐国的国君齐景公,想要选拔一位贤能的大臣,于是向孔子请教,孔子回答说,观察一个人,首先要看他的言谈举止。 如果言谈举止都很有礼貌,那么这个人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贤臣。 齐景公按照孔子的建议,选拔了一位名叫宁植的大臣,果然宁植在委期间,齐国政治清明,国家富强。 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史记中关于孟长军的故事,孟长军是战国时期齐国的贵族,以仰师著称。 他的门客冯轩在出来乍道时,孟长军询问他有什么特长。 冯轩回答说,我的特长是没有什么特长,孟长军觉得有趣便收留了他。 后来,孟长军因为政治斗争被排挤,失去了权势,正是冯轩在关键时刻为他出谋划策,帮助他重新获得了权利,通过观察冯轩的言行。 孟长军发现了他深藏不露的才能,最终获得了冯轩的帮助。 综上所述,观察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的确可以洞察其内在品性。 在我国古代的这些历史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关于如何通过言行识人的智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妨借鉴这些历史经验。 学会通过观察他人的言行,来了解他们的真实面貌。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本频道,接着往下看吧。 留意其交友。 在我们的生活中,朋友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一个人的交际圈子可以反映出他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人生目标。 因此,了解一个人的交友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如何去观察和分析一个人的交友呢?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观察一个人经常接触的朋友类型。 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们的兴趣和爱好。 例如,一个人如果经常和文学爱好者交往,那么他很可能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 反之,如果一个人经常和商业人士打交道,那么他可能对商业和事业有很高的期望。 其次,关注一个人的朋友圈子中的核心人物。 这些核心人物往往是这个人最亲密的朋友。 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很可能对这个人产生深远的影响。 例如,在我国古代,孔子有三千弟子,其中最亲密的弟子、颜回、子贡、子禄等人。 他们的言行和思想都受到了孔子的深刻影响。 再者,留意一个人的朋友圈子的变化,一个人的交际圈子可能会随着时间、地点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而这种变化往往反映了这个人的人生阶段和心境的变化。 例如,在战争年代,许多人的朋友圈子可能会因为共同的目标和信念而团结在一起。 而在和平年代,人们的朋友圈子可能因为个人兴趣和爱好的不同而变得更加多元化。 从历史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朋友对一个人的影响。 在我国古代,有许多关于朋友之间真挚情义的故事,如博雅与紫期、刘备与关羽、张飞等。 这些故事都告诉我们,一个好朋友可以对一个人的成长和成功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此,在选择朋友时,我们应该慎重对待,尽量选择那些志同道合、品行端正的人作为朋友。 综上所述,留意一个人的交友,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人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人生目标。 同时,我们还需要学会谨慎选择朋友,与那些能够互相激励,共同成长的人建立深厚的友谊。 只有这样,我们的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考察其经历 经历是一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基石,也是衡量一个人能力和素质的重要标准。 在考察一个人的经历时,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教育背景 一个人的教育背景可以反映出他的知识水平和学习经历。 我们可以通过了解一个人的学历、专业、学校等方面来了解他的教育背景。 例如,某个人毕业于著名的大学,说明他在学术方面有一定的素养和能力。 工作经历 一个人的工作经历可以反映出他的职业素养和工作能力。 我们可以通过了解一个人的工作经历、职位、公司等方面来了解他的工作背景。 例如,某个人曾在国际知名公司担任高管职位,说明他具有丰富的管理和工作经验。 社交圈子 一个人的社交圈子可以反映出他的人际关系和社交能力。 我们可以通过了解一个人的社交圈子、朋友圈、社交活动等方面来了解他的人际关系。 例如,某个人经常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并结交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人物,说明他具有较强的社交能力和人际关系。 志愿活动 一个人身家志愿活动可以反映出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公益意识。 我们可以通过了解一个人的志愿活动经历、参加的社团、组织等方面来了解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公益意识。 例如,某个人经常参加各种志愿活动并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说明他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公益意识。 在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人物都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 例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他在年轻时期经历了种族歧视和家庭困境,但他通过不断努力和奋斗,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议总统。 他的经历反映出了他的勇气、毅力和追求平等的信念。 另外,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在年轻时就表现出对数学和物理的极大兴趣和天赋。 他通过不断的研究和探索,最终提出了相对论等重要科学理论。 对人类科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的经历反映出了他的勤奋、创造力和探索精神。 因此,通过考察一个人的经历,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他的人生观和行为准则,并衡量他的能力和素质。 看其修养教养。 一个人的修养和教养是指他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 修养和教养的养成需要通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以及长时间的勤奋和耐心,在判断一个人的修养和教养时,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 礼仪,一个有修养和教养的人。 在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方面都会表现得非常有礼貌。 在我国古代,礼仪被视为一个人修养和教养的重要体现,例如,孔子提倡克己赋礼,强调人们要遵循周理,通过礼仪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自律,修养和教养好的人通常有很强的自律精神,他们言语要求自己遵守社会功德和职业道德,不为所欲为。 古代的杨振,在担任荆州刺史期间,坚守廉洁自律,拒绝接受贿赂,被誉为杨振四职。 尊重他人,一个有修养和教养的人,会尊重他人的权益和感受。 他们不会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不会随意插队,不会侵犯他人的隐私。 古代的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表现出了对人才的尊重和重视。 热心公益,有修养和教养的人通常会关心社会,热心公益,他们投身于志愿服务,关爱弱势群体,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例如,白球恩医生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无私奉献自己的医术,为我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知识丰富,修养和教养好的人通常知识丰富,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喜欢阅读。 关注时事,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的优点,例如,苏氏是我国北宋时期的一位著名文学家,他的诗词,散文作品流传千古,被誉为苏门寺学士之一。 综上所述,修养和教养是一个人在道德品质、行为规范和文化素养等方面的综合体现,我们应当在日常生活中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和教养,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建奇学士 学士是指一个人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学士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一个人的学士能力不仅关系到他的职业发展和社会地位,还关系到他的生活质量和人际关系。 在古代中国,学士同样被高度重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文人默克通过不断学习和探索,为中国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例如,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之一,他提出了许多有关道德、教育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思想,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奠基人之一。 孔子通过自己的学识和教学,影响了整整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和文化。 另一个例子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他不仅精通文学,还擅长书法、绘画和音乐。 他的诗歌作品风格清新自然,深受后人喜爱,白居易的学士广博,使他在唐代文坛上读书一致,被誉为诗仙。 在现代社会,学士的重要性更加不言而喻,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知识和技能的更新换代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一个人只有不断学习和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保持竞争力。 例如,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计算机编程和数据分析等技能,已经成为许多职业的必备技能。 一个人如果能够掌握这些技能,就能在职场中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学识不仅是一个人的财富,也是社会的财富。 一个拥有广播学识的人,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因此,我们应该不断学习和探索,积累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为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探奇人品 人品作为评价一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标准,自古以来就在我国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儒家学派强调人,义、理、智、信的武偿。 道家学派主张道法自然,法家学派倡导诚信为本,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对人品的高度重视。 一个人的人品不仅影响着他的个人发展,还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历史上,有许多关于人品的著名故事。 这些故事传颂千古,成为了人们学习和借鉴的楷模,以下是几个筷智人口的例子。 孟母三千,孟母为了让孟子能在好的环境下成长,三次搬家,最终定居在学府附近。 孟母的坚持和明智,使得孟子成为了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道德伦理思想。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 东晋时期的诗人陶渊明,因不堪世俗纷扰,选择词官归隐。 尽管生活困苦,但他坚守节操,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陶渊明的高杰人品成为了后世的典范。 诸葛亮居公尽,翠死而后隐。 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一生为国为民,忠诚勤勉。 他在临终前留下仪表,要求博葬,并把自己的家产充作君资。 诸葛亮的无私人品受到了后世的敬仰。 岳飞京中暴国,南宋时期的抗金名将岳飞,忠诚于国家,勇敢善战,他坚决反对与金国议和。 主张收复师弟,尽管最终被奸臣秦桧所害,但岳飞的京中暴国精神成为了永恒的典范。 这些历史故事都传达了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人品是立身之本,只有具备高尚人品的人,才能在社会中立足,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 在现代社会,我们仍然应该弘扬这一优良传统,将人品作为评价自己和他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总之,鬼谷子的诗人术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在人际交往中辨别善恶的方法,通过以上这六招,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一个人。 从而远离恶劣影响,结交到那些值得我们交往的朋友,让我们学习鬼谷子的智慧,不断提高自己的诗人能力,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吧。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